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就是在透支对方的礼貌和耐心 可能一开始女生会出以礼貌回答你几个问题 但是如果你一直这么问 没有反馈 对方就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 怎么纠正这个错误呢 其实聊天的时候找话题 提问的方式挺管用的 但是你不要用连续提问的方式给对方带来压力 比如说你可以等对方回答了以后 然后说说自己的感受 假设你问对方现在毕业了吗 对方回答以后你可以这么说 我是前年毕业的工作了两年 正想着要不要去读个研究生呢 然后再聊下一个话题 但是也有例外哦 就是说比如说对方明显是在向你倾诉的时候 比如说对方说今天遇见了一个奇葩 你就可以不停的问 在哪遇见的呀 他怎么奇葩了 这样的话呢可以让对方尽情的表达 第二个错误就是不说自己 很多男生都觉得自己的生活没什么可说的 所以说喜欢呢谈论别人或者是第三方 那么女生啊 那么比如说女生问 你现在是做什么工作的 男生回答我们公司是做建筑的 这就属于完全不谈自己 明明是介绍自己 结果变成了介绍公司 再比如女生问你多大了 男生回答说83年的 一旦而过问什么说什么 正确的做法呀 是在回答的时候 多用状态加感受的方法 什么叫状态加感受呢 举个例子 比如说女生问你 你做什么工作的呀 你可以回答说 我做审计的 其实就是找人算账的 如果对方感兴趣 你就可以深入的聊下去了 第三个错误就是情感过度 就是在你们聊天的时候 传递出来的情感超出了你们 现在现在现有的关系 让对方呢觉得特别的别扭 表现的形式呢有两种 第一种呢就是 什么琐碎的都说 比如说你今天吃了什么 做了什么看了什么 但是对方呢可能对这些 根本就不感兴趣 还有一种呢就是表达的感受 过分强烈了 比如说啊 一个男生呢对一个 刚认识不久的女孩子 他说我今天满脑子想的都是你 女生可能就会尴尬了 那么怎么避免这种尴尬的情感过度呢 这里教你一个很谨慎的做法 就是聊天的时候 用比你觉得安全的程度 再轻一点去表达 因为人和人的感受是有差别的 你觉得恰好刚刚好的安全程度 到了对方那里 可能就已经放大了一级了 而且你觉得满脑子都是你 是最安全的 那么为了保险期间 也应该把程度降低一点 第四个错误呢就是随意的评论了 随意的评价 这个是最严重的 一般来说聊几次就被拉黑的 基本上都是这种随意评价 比如说男生给女生打电话的时候 他会说 你在干嘛呢 女生就回答说我在逛街 然后男孩就说了一句 好惬意呀 这种就属于随意评价 如果这个女生刚好失恋了 你来这么一句 不拉黑你 拉开谁呀 随意评价的问题还在于 你自己设定了一个前提 然后再用想象延伸一个意思 但问题是 这个前提常常不是事实 就会让人觉得你很自以为是 就算你的前提是对的 但如果两个人不熟呢 对方也不愿意接受你的评价 因为我一旦承认了 你对我的主观评价 接下来就会限制我的交往自由 比如说 我刚刚承认了我喜欢喝咖啡 然后你马上就要邀我去喝一杯 可是我现在根本就不想和你出去 那么这个时候拒绝起来就好像很麻烦了 因为好像我就是一个表里不如意的人 那么怎么做才叫不随意评价呢 有个心理学技巧叫做 客观事实淡化主观意愿 比如你刚认识一个女孩 很爱喝咖啡 你不要直接问她 你喜欢喝咖啡吗 而是要问 你经常喝咖啡吗 客观的事实 更加容易得到肯定的回答 也会让你更容易提出第二个问题 那么如果你和女生聊天的时候 也遇到过这类的问题 不妨下次试试换一种说法 美好的爱情也许就会来到你的身边啦 好了 今天呢是第一次在这个新的直播间 来给大家都小节目 说实话 我真的好兴奋 因为我好喜欢这个 Pink这个粉粉主题的这个房间 而且感觉自己真的是蒙蒙大了 有没有 好了 今天呢 这个 我感觉应该 现在已经录录五分多钟了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歌曲啊 歌曲呢 我们就只唱一小顿 要不然的话 肯定是不够时间了 我们来唱个 男帅男 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 如果天黑之间来得及 我要忘了你的眼睛 穷尽一生 做不完的一场梦 哎 可是好不巧啊 今天的这篇文章可能太久了 所以现在这个时间已经六分多钟 要超市了 要穿不上去了 所以今天只能说拜拜了 然后我们明天的小节目再见